郭忠祐平安 郭忠祐平安 現在我們選科委員的選的有六發者理事 五位公司 中五選 石 鄭 立 朱彭忠 張鳳燃 曾慧蘭 金士林 張春梅 花樣子 三 中部的我們港幣六十四 第十五的見面都讓我們大家知道 今天近過面只要大家有第三個東洋 在發動的時候 大家都照顧 都在我們同學 一個人會在那邊 特殊各位 我們就做個一個 所謂中 新鮮 去府邁萬人 他是1950年 九月十八年 生日 我們這件聯盟所謂 結果我們會中 我希望我們會中 能夠繼續 我們同學回來百名而已 因為大家繼續請進來做 就是希望你能夠動 繼續可以做好 我們有四名副尾長 四名副尾長中間 還有副尾長有兩位 尾長有兩位 尾長有兩位 現在有幾名二位 一名四名二位 一名四名副尾長 謝謝各位的支持 這一次你們在給我機會 在這個連任我繼續會做好 希望我們的前輩有什麼好指示 我一定會聽話 謝謝各位的支持 今まで台灣在密集 副海島二年間 設備的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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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年之內 再把還沒有完整的 繼續做下去 以我這六年來的經驗 我能夠盡量的去發揮 那大家都知道 我們台灣同鄉會是 一個 以敦募為領的 原則 以何為會為目標 我希望我能夠做到 像 會員跟這個理事之間 大家能夠 大家能夠互相的尊重 而且 大家能夠和諧 那這兩年來 我活動的計畫 我稍微 大略的 介紹一下 那我在差不多一個月裡面 我會把我的這個 這兩年的Schedule 這次來送給大家 現在大略的我是定期 召開一件事的會議 一年大概召開三到四次 第二個 每年舉辦忘年會 或新年年輕會 第三 參觀國會 大概在2014年 第四個舉辦無會 這個在2014年或者2015年 第五個就是中秋節的討論 在2014年或者2015年 以監視會員 遊學生及華僑界的事 來做交流活動 那希望大家能夠跟我們協議一下 謝謝各位 兩位 大概 10月13日 大家來拜祭 阿蘭 9月13日 大家先團 做這十月13日 大會 一定要做得很方向 這希望少少大家的要求 我相信大家都跟我一樣 有一個使命感 我們和文大團結起來迎接我們未來的七十周年 謝謝 所以說這個會是有歷史的會 那當然我們要是做一個承傳 承就是承接我們的前輩的一些好的地方 我們要傳傳傳傳給年輕的下一位去 這是我們應該的責任的意義 臨時陶器に入ります 皆さんもしご意見あれば 提出していただ 如果是海上推薦那樣 それを決めないと6月22日まで間違いません 你現在的李冠蘇議員選出來了 你就可以開始了嗎 我是想說 我們的台灣統領會 500人多優秀的人 不可以說實際是很高尚的 我是想說 我今天第一次李冠蘇議員選出 多少人是有的 理事候補的罷子入れて それでみんなで討議して 定案の変更をかけて それから理事に挙げるのも 一つの方法じゃないかと思います 一応李冠治会の同意あれば 大丈夫のような会場もなっているはずですので 同意すればそれで結構すればい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と 私の意見ですけれども 私の意見としては 2年間の最低の出席率 例えば1回か2回というのは 空捨てるようにし そういうカートラインを作ると どうかなと思います 誰を聯合総会の 開運代表 常務代表の努力を 幸せに取り出す 注文代表 今日は会の感想が与かったら 私はどうの誰かを聞かせてもらったら 私たちに取り出すことが 開運同乡会 また常見 環節の精神 いかもしれません どうしようか そのコンが始まったら 選挙の情緒に それは重要で すべては 而且不管是頂副會長 或者邱副會長 或者曾副會長 事實上也有擔任其他會的會長 都是經驗豐富 最重要的是一股熱忱的心 熱忱的心很重要 所以說我想今後呢 剛才司會長在今天的政見裡面 還包括議題裡面 還有今後將來的推動方向方面 也都提出來了相當的很有內容的一個計畫 希望你能按照計畫實施 那麼代表處這邊的我們小五組呢 是被關係密切 我們一定會全力支持 多兩分鐘 希望各位能了解有什麼問題的話 也要支持我們的政府的一些整個的政策 還有目前所做的情形 我們的新的團隊 新的團隊都是非常堅強的陣容 代表處的網站 你們進入了台北的代表處 就點進去 就是目前的進展 還有東臺會 都有 都有 只要上網都可以留 那現在就是說 如果 是 我心想想這個 流入台灣同鄉會的 因為我還有一些必須要做的事情 還沒有達成 所以我今天我在 連累 再通過了兩年 因為我這裡面的父母會長 STARM 都是很強的 各會的會長 而且都有相當的經驗 那我很有信心 兩年 這兩年內 我一定要做得比上屆更好 而且給各位理事監視我更有福利 如果給大家 感覺到在台灣同鄉會上 比較非常厲害 謝謝各位